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婆喵哥 每年六七月份 都是这个暴雨 雷暴发生的高峰季节 前段时间我们尝试 暴雨可以连续下一天一晚上 导致很多地方都被淹 加上暴雨会伴出很多雷电闪电 一个闪电打下来 这个时候假如要是不小心开车外出的话 被雷击顿了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我们车子 它本身是个大的金属导体 如果被雷击顿了的话 你只要是坐在车里面 不直接拿了个铁 对人不会太大的伤害 但是车上的电子设备可能会受损 因为被雷击顿了瞬间高压 可能会导致车上的电子设备坏掉 所以这种天气 静电避免外出 假如真的外出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防 首先是停车的时候 静电不要停在树底下 尤其是一些壁雷不全的建筑物底下 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引雷 它引雷之后 它不是怕击到你的车子 而是怕比如说这个建筑物 这个脚劈掉一部分 然后掉下来 把这个车子砸了 所以在停车的时候 尽量选择开阔空旷的地方停车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第二个 由于这种暴雨雷暴天气发生的时候 往往容易出现冰雹 前几年摩尼玉下冰雹 这个鸡上砸的冰雹 啪啦啪啦往下掉 是不是 这么大的冰雹掉下来之后 这个车子砸满了 到处坑 然后玻璃机盘都会砸了 所以说当出现冰雹的时候 能够找地方躲 今天找地方躲 假如这个不能找地方躲 比如说这个停车了 我就在家里面 我还没有地下停车库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就是盖棉被 直接去床上 把你那脸床棉被拖下来 然后往床上盖了 盖上棉被之后 基本上问题不大 打到棉被上 车子不会烂 第三个情况 就是这种天气 一般或半熟的大风 这种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防止大风把一些东西吹倒 尤其是那种路边上那种 大大的广告牌 如果大风一来 碰整版的广告牌倒下来 把你的整个车子压坏 除此之外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是开那种车体比较高的 比如说SUV 甚至有些朋友是开货车的 那就有些注意了 你的车体越高 受浮的影响越大 如果风从侧面吹过来的话 车子可能会发生偏移 所以一定要找好方向盘 如果风太大了 一定要想办法避风 尤其是不要跟风的方向 成90度角度 同时在开车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循环模式 切成内循环 防止大风吹起的这些沙尘 这些砸起的东西 被吹进你的车里面 在跟车行驶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开小车的话 千万不要离这个大车太近了 尤其是那种相似货车 千万不要跟上它的侧面 万一这个风比较大 把这个货车吹翻了 压在你车上 你不许咳屁了 是不是 第四一点 一定要注意合理的使用灯光 突发性的雷暴 雷雨大风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上都是乌云滚滚 能均度突然会变得很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是把你的车子大灯开起 但是不要开远光灯 一定是开近光灯 同时把你的尾灯开起 最主要的是还要开始你的雾灯 因为这种时候能均度变得非常低 突然之间天昏地暗的 开灯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你照明 最主要的是 要让别的车子知道你的位置 不要动不动 就使用双闪 除非真的发生紧急情况 因为使用双闪的话 绝大部分车子 在使用双闪的时候 你的转向灯都是失效的 而且大家都使用双闪的话 如果有车子发生故障 他也用双闪 到底谁有故障 谁没故障 你都分不清 是不是 其实雾灯就已经非常炼了 最后假如说天气真的非常恶劣 你不论是在市区也好 在高速也好 尽量地找地方停车避雨 避雷 尤其是打雷拿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千万不要冒冷下车检查 这个时候你要一下车 正好一个雷劈下来 直接把一个劈程机造闪电了 那就不划算了 等雨小了之后 你再下来检查再下来看 这也不迟 是不是 如果是在野外的话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一定不要把车停在这种 易山体滑坡的地方 因为这种天气加上暴雨 非常容易造成这个山体松动 造成泥石流造成滑坡 同时如果紧急停车的话 千万不要停在低弯的地方 低弯的地方它容易积水 容易出现一些不可控的事故 以上就是喵哥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在这种突发性恶劣天气 开车用车的时候 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视线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